说起钟翰良,那可是一代人的荣相,44岁的他被称为不老男神,如今再次挑战青春剧男主,颜值不输小鲜肉。 钟翰良1974年出生在中国香港,是一个影视剧演员,是一个歌手,更是一个舞者,他在1993出道,连续两年被评为台湾十大最受欢迎偶像,直到1999年,他才将工作重心从歌曲创作转移到影视剧表演,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 对于90后来说,钟翰良的电视剧,是伴随着我们成长的,他凭借一触即发,获得了第26届中国电视精英奖,观众喜爱男演员,和第9届中国精英艺术节,最具人气男演员提名,成为精英历史上第一个入围该奖项的港澳台演员。 跟红灵的其他演员比起来,成就还是非常高的,当然这也离不开他的努力,在最近几年,钟翰良演了不少青春剧,印象最深的就是何以生肖默,中的高丽,诗情才华横溢的律师何以晨,于唐燕合作演情旅,虽然是小说改编的电视剧,但是凭借两人成熟的演技,这不拘在当时收视非常高,全民追剧,那时候的钟翰良外表,是非常符合何以称中年时的形象。 一个稳重的成功人士,如今几年过去了,44岁的钟翰良再次挑战青春剧,在良省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中,饰演男主陈天佑,是一个娱乐公司的董事长,压实贤赫,有黑道背景,拥有出众的相貌,让人敬畏了气场,霸气十足,同时还兼备高智商,踩拳的高手,半个钢琴天才,处理事情,冷静效率高等有点,霸道总裁如一头,他与孙尼在剧中饰演一对情侣,经历了, 重重磨难后,相爱的人终于相守,良省,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,这部剧于9月17日,晚上11点开播,剧中有马天佑,于蒙龙等小鲜肉参演,马天佑饰演成天佑的情敌,于蒙龙饰演他的弟弟,个个不仅是实力派,颜值都是很高的,虽然剧还没开播,但是看到剧照。 我们下期见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